大家好,我是小勇,现在晚上六点半了,衣服累了,带到这个灰面馆吃点饭,垫两个菜,拿了一斤酒 蛮热的,做蛮了,给这里面着了个薄箭 这啥肉? 驴肉 驴肉 这啥? 蜂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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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摆衣服,这你转业,完成是 嗯 嗯 开酒吧,开酒吧 咱衣服好喝,弄香腥啊,酱香了喝不了,吃完衣服,酱香了辣舌头 嘿嘿,吃完衣服,尝尝它这味咋样,捡咱来吃点 这喝不脑 嗯 嗯 嗯 喝完 喝完衣服喝吧喝吧 哎呀,可以啊,这个酒也可以 吃完衣服,睡猪肉扁,尝尝 尝尝它做了怎么样,真拉 嗯 嗯 看那些拉哈 嗯 拉住了 嗯 够了咯 吃完衣服,这个是牙穴是吧,唱唱 看那个厨衣,你一唱都唱出来了,管不好 嗯 哈哈,熟啊 嗯 喝完衣服,嗯,也要先喝半斤啊,啊,不准喝点皮了啊 咱这点了四撒菜齐了啊,这个是酸啥豆芽啊,不够吃的再夹,吃完,吃完,吃油片它有点好吃,鞋子一看,嗯,你瞅瞅些味儿啊,嗯,好吃吧,鞋子一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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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点睡觉鞋子一看,快点活 嗯,中 你一往后一捎熟气的肉吧 衣服我真不大好吃肉 嗯 啊,我们都多吃素了这会儿,对,别吃肉了 呀,还不敢炒个菜滑,那个火彩你炒一吃,对,火彩、背菜亿,对 一死吃不好的,好烤 吃肉不关 吃肉还没有修理,吃的多了 嗯 水浇来了啊 一混一速 啊 吃吧 吃吧 吃饱了这个呢 尝尝吧 尝尝尝尝 又混了又素了 还给铲到一嘴了这是 这韭菜呢 这肉了 先吃个肉了吧 啊 热啊热 啊 蘸点 蘸点醋 蘸点这个辣椒 对 得想着这个味儿 一盏醋都不行了 喝吧 乳 来吧 这个二两酒啊 下杯请了吗 下杯请 想着吧 就寄了 寄不了 寄不了 稍喝点吧 平常喝一斤 喝半斤 是吧 请了吗 请了啊 二两半了 喝了 倒上 不少处理这一瓶 嗯 德德 你那一碗面喝了一碗 你那是喝了谁的 喝了那结了 哟 不少吃点啊小 这晚上 行了吗 嗯 吃饱了不你 还没吃饱了 嗯 那帮他 那帮他一碗面吃了吧 还要吃 还要吃 吃吧 喝了不少了啊 一家也不喝不喝了 又喝了三四凉了 还有这些酒 吃饱了不说家 啊 喝完一碗 喝这些酒没来 都这酒吧 啊 去了酒量不 喝吧 哎呀 喝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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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我上班就上 谁看你呢 我上班就上 下点菜 不一会 不一会 喝好了呗 差不多 酒也不闹 菜也不闹 啊 重重重 我把账解漏了啊 嗯 嗯 算多少钱老板 嗯 啊 菜也不闹 酒也不闹 四个菜 两片锅皮 啊 嗯 一百二十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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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嘞好嘞 嗯 喝热酒吧 喝热酒吧 喝热酒回去了 走嘛 走 干了 嗯 大家好 我是小勇 今天呢 跟着修礼啊 还有按衣服 来到了咱这个 清风县 炖求旧唱啊 呃 看看咱这个 春粮食酿造了 就了加工工艺 咱这个炖求旧唱啊 都已旧五八年 都建成了啊 到现在 咱们这个酒厂啊 这个酒都看了 都是纯粮酿造的啊 下面有咱们这个 王总的介绍一下 咱们这个加工的工艺 嗯 顿秋酒的这个 粮食配比 它是根据 一定的比例 就是加入 高粱 糯米 糯米 大米 小麦玉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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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 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 啊 就是我们把它 这个粮食蒸熟 啊 蒸熟以后 加入一些 一些我们的酒起 酒起的话呢 就是在那个 发酵池里面 啊 酵池里面呢 我们是一般是 发酵六十天到九十天 啊 发酵六十天到九九十天 啊 发酵时间越长 它这个酒池就越好 啊 呃 有的酒厂它基本上 发酵三十天就可以起酒了 啊 但是我们的话呢 为了保证这个酒池 我们一般都是发酵六十天以上 啊 然后的话呢 呃 发酵完了以后 就是把这个粮食再起出来 到那个蒸锅里面 啊 就是现在的蒸锅 蒸锅的话呢 经过一个冷却 然后马上就可以出酒 等下可以看一看他 能够出酒的这个过程 可以可以 好 这个就是 粮食经过蒸熟 等下就可以 啊 这个就是蒸熟的粮食 等一下倒到轿池里面 封存六十天 然后再取出来蒸酒 里面起出来的粮食 然后放进这个蒸锅里面 啊 下不就是酿酒了 对 啊 这粮食呢 粮食呢 放在这个 盖上 再进入这个蒸锅 啊 像这里就已经快出酒了 啊 那现在是刚刚刚刚刚加入的 咱们出来的这个这个酒是 下一步是怎么这个环节呢 它是这样子 我们提酒的过程呢 一般叫掐头七尾 啊 就是前面出的这个酒 那一般是不不需要的 啊 啊 还有一个在尾段的这个酒 它这个酒体也不好 啊 所以我们也是不需要 就是其他的这个中间的 啊 中间的话呢我们是按照 按照分类的 就是我们俗称的一段二段三段 啊 分类然后把它这个洗酒 再分段来一个保存 啊 你说这个二段酒跟三段酒算是好酒 啊 一段一段是最好 一段是最好 啊 对你可以记一下它的现在的味道 等下等下它现在的味道 还烧了有一点点炸味 一段酒我这个给你们 尝一尝 试一下 行行行 咱们尝一尝这个一段酒 现在它这个酒精度有多少 酒精度一般是七十多度 七十多度 你试一下 七十多度 七十多度 现在它叫香味 嗯 七十多度就不能喝多了 哎呀 哎呀 它叫香比较浓郁了 带点甜味啊 真的是感觉是非常好 现在又开始封这个锅了啊 那一锅蒸完就开始蒸这一锅 啊 现在呢是炭粮啊 这个工艺呢就是把这个粮食刚蒸出来的炭粮了之后下轿啊 咸气飘飘啊 全是酒味这里 现在这个蒸炉都上去了啊 这边呢出酒啊 这个在畅畅这一锅看这个味儿 咋样啊 啊 把衣服来都得开车啊 不能喝酒 啊 也是广乡畅畅 这里边多大的粮食味 香不啊 香 啊 甜肉也肿 这是酒头七十多度啊 来一点来一点尝一尝 哎呀 春凉味 是香甜 咋样啊 这里啊 这个味儿这个粮食味真重 啊 春凉酒 真然把精的春凉酒 真是 你不来这一趟你都知道是真然把精春凉酒了 是是是 你待着你就知道了知道吗 是啊 这是对咱这光大分死了一种 那个那个 啊 福字 福字 对 你的福字 嗯 带你们去我们成品库看一下 行 呃 跟着王总的去咱们这个成品库看一下啊 哈 哈 咱们这个仓库还是比较大哈 炖秋凉 嗯 哦 它这就是 比较不能一坡什么 对对对 然后再密番啊 嗯 嗯 无视而度易紧装 现在这个咱们这个酒也看完了啊 不错 确实是实打实的粮食酒